我們先Potocom 喊口號 捍衛表達自由 反對國歌法 捍衛創作自由 捍衛表達自由 反對國歌法 就事不願做奴隸 反對港歌法 反對國歌法 衝擊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是香港基石 言論自由是香港基石 表達自由是香港基石 表達自由是香港基石 創作自由是香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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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關於國歌法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關心 我們先由馮牧去讀一讀 我們在去年已經出了聲明 我們發現這個聲明依然有效 所以我們這次也是用回這個聲明 我們請防目睹讀這個聲明 我是馮智活 是代表香港基督徒社關全契的 去年我們3月23日 所以我們這麼多個團體 和每個人都已經有個聲明 我們重新我們的立場 是的 人大在2017年 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 就開始本地立法 但是國歌法內容 對於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表達自由 有明顯的抵觸 我們相當的憂慮 其實基本法27條 已經列明香港居民 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現在這個國歌法 好像將23條斬件式 就是這樣來立法 掀制我們香港人的言論空間 將香港大律化 也不尊重一國兩制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 自由 特別言論自由在香港 非常非常之重要 言論自由包括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和反對的聲音 你不要只是一面倒 就不讓我們有不同的表達 看看國歌歌詞提及 有一句 我們又說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們深信自由意志 才實踐不做奴隸的理念 如果是強迫我們市民唱國歌 才對國歌最大的不尊重 我們希望港共的政權明白到 香港人對中國的反感 源於過往 這麼多年來 數年來 一國兩制、司法獨立、核心價值 持續受到威脅和嚴重損害 現在這麼霸道 勉強人要愛國 以立法 還要強迫我們尊重各國 其實是不切實際 它回應我們享有的高度自治訴求 只會令人更加不滿 更加有反抗的意識 對於國歌法 想閒涉 就是學校課程 我們都表示反對 其實課程指引 已經對國歌的教育 等等都已經有些規劃 有些學校已經自己會教國歌 所以實現學校自主自體 自主就不應該以法律 去強制學校教授國歌 我們是反對的 由於國歌法的內容很具爭議性 我們覺得 起碼有六個月廣泛的公眾諮詢 現在是零諮詢 絕對不合理 難以接受 如果國歌法的內容 不能夠保障香港人的言論和創作自由 我們應該認為不應該是立法的 當時我們的支持團體和快團體 總共有二十七個 個人有四十三位 謝謝 因為一直以來的國歌法 已經一年之內 過去一年已經有很多的風聲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很多團體 加入聯署 以及加入反對國歌法 或擔憂國歌法的過程 我們今個星期 因為知道政府正式在行政會通過 我想我們有一個更新的附註 由楊文進去講一講更新的附註 我是楊文進 是代表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 講回今次國歌法的附註 如果大家有留意消息的話 今個星期行政會議其實已經通過了 國歌法的條例草案 將會在立法會進行首讀 以現在的趨勢來說 其實我們很明顯見到 政府是想趕在立法會暑假之前 是盡快令到國歌法 成為香港的法例 看回國方消息指出 行政會議通過的國歌法條例草案 規定所謂貶損 或者侮辱國歌法的 如果被定罪 最高刑罰是罰款五萬 以及監禁三列 草案亦規定 任何人公開或者故意去散開國歌的過詞 是屬於違法的 草案亦說明了必須奏國歌的場合 例如議員、問責官員宣誓、大規模體育活動等等 在我的場合 所有人是要縮立和舉止尊重 否則是屬於違法的 最後草案當然正如服務所說 亦要規定中小學要教國歌 很明顯 不論是貶損、侮辱、故意 或者這些字眼 其實全部都沒有客觀標準 沒有人可以說到 什麼是貶損、侮辱、故意 這些其實是很典型 好像大陸的尋問知事罪 或者顛覆國家政權罪等 口袋罪 即是沒有入罪標準的罪行 可以由檢控者來詮釋法律 對香港市民是完全不公平的 另外如果大家有留意黨史的話 實際上毛澤東是有一種誅心論的方式 去對一些人由目的出發 引蛇出動 而很明顯地國歌法 是基於所謂貶損、侮辱、故意 很明顯就是要找我的人去做一個行為的目的 例如那個人是縮立 但他覺得他實際上是貶損的 實際上都是可以入罪 所以綜合上述角點 我們看到國歌法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國歌法其實會嚴重影響 香港在國際間的聲援 因此我們堅決反對 今次國歌法的立法 國歌法有很多大家擔心的地方 待會我們不同的公民社會朋友和議員都會去講一講 我想第一類的就是原則上的動勢 就是國歌法影響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 影響到香港金融中心 或者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自由度 這個我想應該是我們會重新這一方面的動勢 第二類就是我們發覺今次 在這兩天政府的行政會議裡面 是一個加勒的成份 這個大家也非常擔心的 這個加勒其實會不會根本 以不在國歌法 而是意在DQ 這個我想議員們都值得講一講 第三類就是執行的問題 就是關於聲音、歌曲 這些不同的種類的創作 其實他怎樣可以叫做 就是charge 或者作出一個恐懼呢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的 我們不如首先由我們 兩位議員范國威、毛孟靜 先來分享一下 劉華加勒 華加勒就客氣過龍了 因為有人視加勒是一個好東西 在物業市場 事實是行政潛建 然後司法威嚇 他是不斷加建的 昨天我真的想不到他拿個文本出來 原來有些事情 之前葉德權和他們見面 是卑而不宣 那你越是潛建 就越是趕客 好 大家一起看清楚 你究竟這個國歌法 是怎樣趕客法 那現在大家看到 本來都說 有人民主派那裏 基本上都是原則上 不反對國歌法的立法 那現在是一直 你越是給多些理由 我們越是更加是鞏固 我們本來就是要反對之心的 國歌法講了明說 希望香港人尊重這首國歌 但是如果我不在場的話 就沒有不尊重的 但是今早聶德權 大家都有留意到 他在電台那裏終於鬼拍後尾審 終於都是要露出狐狸尾巴 講到明 立法會議員在2020年宣誓的時候 如果之前播唱國歌那一段 你是不在席呢 你事後是必要解釋的 這個是不是 簡直是侵害一個人身的自由 你要解釋 如果解釋不合理的話 就可以或者大概相信都說不定 構成DQ的理由 完全就是我們民間社會代表政策所說的 你意在尊重國歌法 你是意在背功 是想著作為一個法治上的武器 要來進一步再填制香港的反對聲音 大家也有留意 我非常懷疑這個政府 現在是對香港人 進行一個消磨壯志 那個消耗戰 除了國歌法 大家想到多少其他的議題 是一直在消耗香港人的 東大嶼 三歲分樓 長者福利 和你的年齡又加減 全部攬炒一堆在同時間出來 讓你們說不及 你想說國歌法嗎 有人跟你說長者福利 你想說長者福利嗎 不是呀 東大嶼、田海更加重要 還有房屋問題 這個是政府很明顯在消耗香港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審定 我們在立法會會盡做 在法案委員會 我們首先盡量所有可以加入到的 都加入去 我們整個民主派可以的話 然後我們會非常著力地審議 逐致和他審議 會要求再有民間的公平會 因為你有很多新的東西 我們未知你有新的招數 那個兩年忽然加到檢控期 可以追溯回 所以我們會一步做 就看看政府是否完全沒有改變的心 我們一定會詳細考慮 加入我們的修正案 首先剔走議員要求 在宣誓的時候 那個儀式那裏 加播唱國歌的這一節 還有就是 為什麼六個月會變成兩年 這麼令人害怕的呢 還有就是 現在最新的 我們直接要他講到明 你究竟 有沒有一些可以是 著情的場合 反過來不要說哪一件是犯法 不需要在法律裡面寫清楚 因為沒有可能的 How more clear cut can you be 但是 你官員是有責任 向市民講清楚 我看一場波 或者在馬場那裏 播過過的時候 我怎知道你鏡頭 何時拍過來 我劈大口 一個很大的陷路 你拍到我 然後面容變色 以後就拉了我 那就很可怕 是吧 這個政府是一定要出來 跟香港人交代的 好 昨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你不全就講 這次國歌法的立法 主要精神就是尊重 但是我想強調 政府和人民的關係 是雙向的 政府要求人民是尊重國歌 但是其實人民也都要求政府 要尊重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的思想自由 特別是我們的《基本法》 保障香港人有的言論和思想自由 如果政府 好像他們說 國歌法也都是精神 是希望培養香港人的愛國心 其實是政府自己本身 透過施政 照顧人民的福祉 照顧香港人的公眾利益的話 香港人就會對政府 對國家 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 就會有愛國心 而並非透過嚴刑進法 是去剝奪我們的言論 表達的自由 今次國歌法重要的就是 連我們不表達的自由 都是要影響 如何去貶選國歌 定義又含糊不清 體空期限是可以由六個月 延長去到兩年 這個絕對是嚴刑進法 我們看看其他世界各地 有部分的地方 國家社會 都有國歌法 是很少 好像現在這樣的罰則 不單是要有罰款 而那個籌禁期 是長達三年那麼長的 所以我會和其他民主派的議員 都會加入國歌法的 條例草案委員會裡面 是要很審慎地去審議 透過不同場景的描述 要求我們的官員 是交代清楚 點選國歌的定義 執行的方法 還有我們會提到我們的修正案 刪除一些我們認為 是過重的罰則 甚至乎應不應該有罰則 這些方向去思考 是希望透過我們在議會裡面的工作 去繼續捍衛我們香港人的言論 和表達自由 You don't legislate respect You earn respect 好 今次我們得到民主派 廣泛的政黨和議員的支持 我們請公民黨的AY和Tanya分享一下 我法律有兩點想進一步展述 第一就是檢控期 在現時根據裁判官條例 一般刑事罪行的追溯期 是六個月的 除非是一些嚴重的罪行 特別要清晰地界定 那些才是六個月以上的 今次國歌法 如果當特區政府嘗試說服香港人 國歌法和其他國旗國徽法 是類近的 大家不需要那麼擔心的時候 大家不妨看看國旗國徽法 有沒有類似的安排 當然沒有 所以這一個很明顯 就是自打嘴巴的行為 不能夠簡單和國旗國徽相類比 而將檢控期延長到兩年 一個客觀的效果 就是容許特區政府 有更加長的時間 比一般罪案更加長的時間 去找涉嫌的 或者潛在的被告人出來 但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容許警方 或者將來律政司 是有一個好像釣魚的行為 去慢慢揀選 他認為合適的一些個案 這個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不公道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針對侮辱 侮辱 大家看回香港法例裡面 其實不多罪行 是直接透過侮辱 把侮辱定義為刑事罪行 侮辱也是一個非常主觀的 當國歌是一種聽不見 摸不著 聽得見 但是摸不著 看不見的一個物體的時候 究竟何為侮辱呢 這個如此主觀 是會非常有可能令香港人 作出一個非常憂慮 也從而影響了我們的創作自由 和表達自由 其他論點交給你 好 我今天我們作為有法律背景的人 一看到這條國歌法 比之前的諮詢更不濟 更是對香港人的刑制 特別是針對議員 也有很多的地方 是非常之過分的 我們之前的公聽會 有很多朋友給了意見 當是耳邊峰 剛才楊岳橋也說了幾點 我再有其他新的點 當然大家如果看國歌法的時候 當然第一要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法 第二也都需要和國旗國規法 去作一個比較 我昨天就提到辯言 我今天不多說 不過你看回這個法例 有一個部分就叫做宣傳 叫做推廣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 就是第四部分叫做推廣國歌 中間是涉及我們公民黨指出 有機會是違反基本法的 在中小學那裡需要教國歌 而第二個部分就是廣播條例的涉及 即是意味著什麼呢 我本人我甚少見到香港的法律 是定了用來推廣一些東西的 法律不是用來推廣一些東西 而推廣一些東西是不需要定下法律的 這是一些行政的東西來的 然後還要在中小學 以及用大器電波 用法牌這些東西去牽制著 要你一定要播 其實他現在就是把學校和電視台 作為他自己中國國家的宣傳機關 這個是非常之嚴重 第二點 最初期剛才楊鶴喬說了 DQ那裡我作一點補充 正如剛才毛孟靖議員說 今早聶德權已經露出馬腳 又說國歌是和宣誓分開的 但是你播國歌播奏國歌的時候 你沒有出席 就交給監製人去看看你究竟是否有貶損之意 或者是侮辱之意 或者是你為什麼不出席 這是什麼態度 你DQ參選資格就推到選舉主任 現在監製人是誰 是秘書處 秘書長 他憑什麼 心裏肚裏的蟲 現在說你播國歌的時候 國歌辯言有很大的問題 大家回去看看 是要弘揚愛國精神 本來宣誓是否擁護基本法 以及擁護特區 現在就可以無限上綱 在你的宣誓潛建 即是說你唱國歌的時候 播奏國歌的時候不在 你就不是愛國 你不是愛國 你就不是愛一國兩制 你就不是擁護基本法 你就不應該做議員 那你就可以收工 那這些是什麼態度 那這些是什麼作用 這些不僅要在民事DQ議員 會不會令到議員還負上刑事的責任 那大家不要忘記民事是說錢 刑事是說案底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個國歌法 不單止對議員 是對整個香港影響非常之深遠 我相信一會兒有朋友會說表達自由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業餘的舞台表演者 我相信一會兒會有人讓我說得更好的 那我這個麥克風交給其他人 好 人民力兩個快便 好 好 唱歌吧 不如這樣 看看我的歌詞先 我就覺得我是沒有貶選到國歌的 也沒有侮辱到國歌的 今早我應該打電話 我是商台委民力得權的 不過我打不到 接不到我 田刊 你愛國其實是老襯 在文革之間慘造紅衛兵搞死 批鬥又餵玻璃 飲料還要吃屎 糖尿上腦 還被公安打幾支葡萄糖 這是歷史來的 我想如果我今早打電話 去問一下聶德權 問一下陳志雲 這個是不是侮辱呢 還是將中共的國歌的精神 再一次教育給我們下一代呢 是嗎 如何分辨 就是我想 揣改歷史 和不承認自己的歷史 中國是不是國外國不會做 他只是指控其他國家不做 那我要聶德權回答我這個問題 你們這些立法會員幫我問一下 有機會的時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今早我聽到聶德權說 黎明那首《全日愛》 和李克勤那首《球迷奇遇記》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立法之後 除了可以這樣 將這首歌的歷史寫出來之外 還可以改李克勤和黎明那兩首歌 是可以在法律以外遊走 好 這個是的 還有我想香港其實沒有國歌的 多謝你 Thank you 新民主同盟譚海邦 各位大家好 這個禮拜 國際社會都是用一國兩制 走樣做例子 很差的示範單位做例子 即是 作為一個特區的首長和政府 其實他們應該感到慚愧 應該想想怎樣令到一國兩制 做回一個好的示範單位 一個榜樣 但是今次《國歌法》 是令到香港這個品牌 是比以往會更差 因為今次的內容 是被諮詢的時候 不但是加辣 是加大辣 是一個很辣的做法 我們並不認同任何以言入罪 是會成為一個刑事的責任 我們不希望國歌化成為一個先例 再者我們看看尊重的涵意 我真的很難想像 香港人在不斷被壓迫之下 竟然還要求我們要尊重國歌 如果是一個理想的做法 就是應該要捍衛香港的言論 自由核心價值 各樣香港人在主權移交之前 一些影響的人權自由 這樣才是令到我們尊重政權的方式 當年英國政府有沒有逼我們唱國歌 有沒有立法 沒有 但是大家心底裡很支持當年英治時代 建立到的 人權廉政各樣東西 但是今天 特區政府倒行逆施 就是用這些嚴刑訊法 要求我們竟然是要 尊重一個黨政同一個體的國歌法 和國歌 所以我們是並不認同國歌法 我們認為這是侵害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和表達自由 除非政府是撤回 或者大幅改動修訂裡面的內容 否則我們是難以支持 最後我也是想說 政府不要再用這麼多嚴刑訊法 去令到香港繼續去實施了 工黨郭永健 大家好 工黨郭永健 大家看到整個國歌法的立法 是有一個刑事的罰則 而當中的罰則都是非常之嚴厲的 其實環顧大家看到國際的社會 國際國家裡面 可以是這麼嚴厲的國家 是很絕無僅有 包括一些比較專制的國家 比如說俄羅斯 印度 菲律賓 或者馬來西亞等等這些國家 所以 其實 香港 要是 向這些 一些比較專制的國家 邁進的時候 其實同樣代表著 我們的 人權 我們的自由 價值 繼續淪落 而且我們這三年最高監禁的罰則 其實應該是絕無僅有 這麼嚴厲 所以我們必定是反對這一份的國歌法 好 我們都有學生的代表 代表在學生和年輕人的聲音 Hong Kong You的Jordan 這裏 大家好 我是香港大學三會的外務會長彭家豪 其實 香港人如果大家是怕二十三條立法的 同樣都要怕這條國歌法 因為其實 剛剛 胡牧師都說到 現在政府其實 不推行二十三條 但是其實它是將二十三條斬件上去 推上立法會去過 其實當年這麼多人上街 香港人都記得那種恐懼 還有都記得這個政權 其實它的底派是什麼呢 同樣都要知道了解 其實國歌法都是一個 政治檢控的手段 同樣如果你是怕二十三條 你有記憶的香港人 你同樣都要關注國歌法 還有好像國民教育 它是傷害你下一代的 你都要知道其實國歌法是遺留下去的 而那個 剛剛很多議員都說到那個標準的問題 其實說到侮辱那些東西 其實它拿捏 是怎樣拿捏呢 其實這件事根本就是政府去作主的 其實這個 你要了解別人的底派 就是根本想做一個政治的檢控 大家不要留意一下 其實無論怎樣修改或者什麼都好 其實這個立法的原意都不應該存在的 就是國歌法 如果你說講到 低一點 如果你說到基本法的話 保障就不多說了 剛剛都說了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是保障的 如果根據約翰奈斯堡的原則 其實如果你要去批評一個政府 如果你不是非即時暴力的話 根本你是有表達自由去這樣做的 政府也不需要去扭曲一些意思 或者說這件事是違法或者危害國家安全的 好像剛剛講的一首歌 你怎樣危害到國家主權呢 對不對 如果是有這個自由去批評這個政府 和任何政府官員的 其實很簡單 如果一個政府你想別人去尊重你的 你便施政做好一些 很簡單 對不對 即使你立了這條法 都是口服、心不服 那有甚麼意思呢 所以其實學界和港大學生會 都要積極考慮做一些行動 還有製造一些文宣 讓同學和市民去關注這件事件 亦都希望如果香港人 幾年前或者十幾年前 去過23條的反遊行 或者去過反國教的集會 所以大家都其實同樣要用同一個程度去關注這個國歌法 是 民間組織何來 多謝各位 很多其他的理據很多朋友都說了 我想從生活的立場 我是原則性地反對南國歌法的 因為據我個人的期望對於國歌是有一個功能 那個功能是要鼓勵人民為國家奮鬥 外戶國家 令到國家可以和平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我們現在現有的國歌 他們要逼我們唱的這個國歌 是一個鼓勵戰爭的歌 是一個鼓勵暴力的歌 所以原則上我根本是不可以接受 這首歌要逼我們所有人去 認同它作為一個代表國家的一個 團結社會的一個聲音 這個原則上我反對 所以在任何場合 如果這個國歌法立了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高危 因為我一定不會起身 我一定不會唱 一定不會站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立一條法它根本不可以保障到 我們香港人或者我們對於國家觀念 或者保護國家的一種深情 一個愛國的情懷 其實這個國歌是沒有尊重我們 對這一方面的看法 也沒有尊重到國歌 其實是應該要擁有一個自由創作 令到國歌可以繼續改善 他們代表人民的聲音 如果這個國歌法這樣立了之後 即將來我們去改編這首歌 或者直接是有權去選擇另一首歌 如果這個權利都沒有了的時候 我們對於現在這首歌 去代表國家是一個很大的反對 我自己是一個很大的憂慮 和我是完全不認同 這首歌作為一個代表 公眾對於國家一個感情的期望 所以原則上我是反對 希望立法會的議員去守護 因為這個法立了之後 根本是沒有保障到我們對於國歌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一個侵犯公眾的立法 希望各位議員幫助我們去守住這個法 民間組織曾卓文 我們本土新聞曾卓文 香港的國歌法的條例草案 現在就說如果不尊重國歌的話 就要入獄三年罰款五萬 但是我們看美國的情況比較一下 在美國如果不尊重國歌 其實是沒有法律效果的 甚至可能發達 譬如在美國有一位美式足球的明星 Colin Cabernet 他16年開始 球技已經退步了 開始很難找球隊簽他 他怎樣做呢 他就是在球場播國歌的時候 supposed是要企立的 他不企立 他聲稱要反對美國種族歧視 警察濫權之類 美國總統特朗普 其實就譴責過他這樣 和其他的足球明星 或者體育明星這樣做法 是不尊重國歌 和不外國的 但是其實是沒有法律效果的 在美國來說 他們的國歌法就是說 如果有國旗的話 你要面對國旗 然後你平民的話 你的手放在胸口那裏 放在胸口那裏 但是這個是守則 但是違反了 其實是不會有任何懲罰的 好了 這位Colin Cabernet 違反了之後 就上了位了 那麼 後來18年 Nike這個品牌 就找他拍廣告 Just Do It 就說 就算犧牲一切 都要堅持信念 他的口號是這樣 暗示 他為了堅持他的信念 為了抗爭 而不尊重國歌 就犧牲了他的足球生涯 其實當然剛才說了 其實很多球隊不簽他 是因為他足球的球技退步 但是他因此拍了這個廣告之後 現在每年是收緊Nike 幾百萬美金的 而Nike 因為這個廣告 也多賺了60億美金 所以真是可以發達的 侮辱國歌 不過不是在香港 而是在美國 而在美國 1943年 有維珍尼雅那裡 有一間學校 那些學生 信爺和華 他們以他的信念 拒絕向國旗國歌站立 結果告到法庭 美國的最高法院判定 就說愛國是沒得強迫的 就是說 你不可以強迫別人 認同某一些政治的信仰 或者宗教信仰 或者民族大義 都沒得強迫的 所以呢 我們也都希望 在香港這個文明社會 是不會有人被迫要表態愛國的 多謝各位 好 快必 有記者說 剛剛你唱歌 不能唱歌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私人不唱 多久 不要緊 現在再唱一次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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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會唱歌 聽著 這個不是侮辱 不過是公開 和傳改 將來真正意言 知何來忠不公開 香港歷史時刻 香港歷史時刻 田漢是這首歌的填詞人 大家知道 在他的晚年的時候 遇到一件這樣的事 我用一首歌 很尊重地唱出來 田漢 你愛國其實是老陳 在文革之間 慘造紅衛兵交死 批鬥油桂玻璃 飲料還要食屎 是真的 糖尿上路 還被公安打幾支葡萄糖 其實我這個不夠長 不是我弄在下面 我寫了 你可以聽我在立法會裡面的 那個宮廷會 我唱過一首 田漢就是作這個 你知道 這是歷史來的 請大家記住 我會繼續創作這些 支持你 民間組織 呂志恒 我現在是在中大崇基神堂院 讀書的陳學生 呂志恒 如果一首歌 只去歌頌 不許批評 如果一首歌 只去相信 不許懷疑 這首歌就是紅歌 現在共產黨 就是企圖在香港 強加一條紅歌法 只去歌頌共產黨 那作為一個基督徒 十屆第一條 講些什麼 不可拜別的神 何況在一個黨 第二 作為一個多年的青城工作者 非常之多的中學生 甚至乎老師 有機會 報田看下場 實際上 就是被批鬥 什麼意思呢 現在的學校 他們在一些組會 或者在一些陸運會組合會 他們就事行決定 是否是播歌的 那如果有些學校 他們決定不播歌的話 那他們是否表示 他們不尊重歌歌呢 即是既然我們有 大眼性選擇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也不一定 是要遵守遊戲規則的 好了 當有些學校 去播歌歌的時候 如果有些學生 他們是發出一些稀笑 不專注 或者是 呃 或者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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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是不跟著唱等等 甚至乎有學生 他們可能會叫 我要一聲抱著他們 不要共產黨 那這班學生 是不是要像平行一樣吃屎 所以作為基督徒也好 作為社工也好 我都希望 我都希望 有家長也好 話給我們下一代聽 話給全世界人聽 洪歌法是什麼事 好 沒有朋友想分享 如果沒有的話 不如我們等記者朋友 看看什麼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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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tried to ask during the scrutiny but they gave us very vague answers and this time please please do your homework and we will of course we will delete some of those which have a very long-term effect which is I don't think this is all unconstitutional sections but at the same time CP of course will amend and and as Claudia said we'll try to cooperate as much as we can to to do what we should do thank you I have to add that we will definitely by now raise amendments to delete what we think are completely either irrelevant or harming in Hong Kong's basic freedoms Mr. Thanks You have much more than that Thank you Thank you Mr. Chairman How many are you getting the taupe of agenda? Please Mr. Chairman Mr. Chairman Mr. Chairman 首先我想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基本上是民間社會的 公民社會的團體做這個機招的 如果純粹是討論立法會裏面的舉措 或者是議程 反而我們的主人家不是太公道 你先回答 我想民間這邊 其實之前已經開始了一個民間的民主 一方面我們希望香港裏面有多些人關心 不論是家長、學生、不同的市民 希望可以上到一個比較大的數目 第二就是我們都邀請一些 北海外的 即是關心香港的朋友 Hong Kong Watch 或者不同的NGO 都可以在海外那邊去參加聯署 去希望關心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表達自由 我們接下來再延續的行動 再做一步行動 我們會再討論 我想說說 政府不要小看今次民間的反應 國國法這麼離譜 是很清楚地踐踏我們的自由 我會預計 我們民間市民的反應相當強烈 你看一下 看波的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 他們的政治意識 即不是那麼經常活躍 但他們普通的市民 都不可以表達一下 還要這樣立法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要警告 警告我們的政府 小心行事 不要小看 因為這是很清楚 好像23條那麼辣的 所以廣泛的諮詢 吸取民意是相當重要的 不要強行立法 這樣的事情 就會令到我們的市民的反抗 反正 就是很強烈的 我很快回答你 如果說 你們是不是都不夠票 那麼拉布都沒有用的 你說不夠票 你的前設是 但是 我們仍然要持續爭取 我們一定要繼續爭取的 我們在這裡是代表市民代議事 爭取不一定有 但是不爭取 我們就一定沒有 我們現在做的事 不單止是向香港市民交代 我們更加是向歷史 向下一代交代 這個是for the record 你現在今天都很多人 找些什麼的 投票結果 什麼出來 是有紀錄的 這裏是民間團體 邀請立法會議員 所以其實當然我也有很多頂帽 但是最緊要就是想指出 這個聯署和關心的人是很多 而當中呢 也都我們其中一個要考慮的戰場 就是教育界那裏 因為是史上是沒有一條法例 是可以 填製到一些學校或者老師去做一個行為 其實這個是變成第一個 我們是很不想出現 也都是有違反基本法之嫌 我們很希望呢 除了我們民間團體 其實有另一個很需要發聲的界別 就是教育界 所以我們下一個行動會 聯絡有關國有教育界的工會等等 去商討一下究竟 怎樣可以阻止這條紅歌惡法 進入教育界 我們不想下一代被洗爐 我想講講的就是 其實這個國歌法呢 並非只是民主派要聽民意呢 我想建制派支持政府的 都應該要聽民意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為反而反的 那個理據是很強的 那尤其是建制派的議員 你們更加 選民更加需要看你們怎樣捍衛基本法 去捍衛我們香港 基本法庫於我們的移民治療 和創作自由和思想自由 如果他們都是這麼有問題的歌 要迫我們香港人 去面對一個很嚴重的懲罰的時候 我想他們都需要向社會交代 和去面對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要捍衛的風險 這個並非只是所謂民主派 或者建制派之間 建制派比民主派更加有責任 去防止這些 那麼濫用權力的法例 在香港成立下去 都希望傳媒朋友去追問一下 建制派的朋友 他們是不是會 強硬要去推過這條法例 你說這是什麼 Akt.23 或是一個小的版本 在香港成立的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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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指向政府不承認 公共抗議 對於這個 你認為公共抗議 是真的足以為 為何要強制派的 為何要強制派的法例 對於政府的法例 對於改變 只是警告而已 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市民的反弹相当强烈 因为又回归到现在 今次是很明显 具体踩过来的了 可以想象一下一周葛葛 有些人就不是很愿意这样起床 那就死了 那就死了 你不是很愿意 是吧 人的态度 人的内心的感受 你的立法可以改到他 这样的迫法是香港人 不能接受 是吧 我们的态度表达 是吧 我觉得稍微有些智慧的官员 就知道这样是迫不了的 还有没有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不如我们再叫一路口号 好 好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捍卫创作自由 反对国歌法 反对国歌法 捍卫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对香港重要 言论自由对香港重要 言论自由是香港基石 言论自由是香港基石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者朋友 你换缓